民主行动党多名领袖被翻旧账 互联网上流传多个火箭领袖 发表要选民支持伊斯兰党的视频 被国阵滑稽政党领袖要求道歉 时事评论员蓝志峰认为 这样的局势对行动党是个政治难题 道歉不会是行动党的首要选项 不过他认为行动党领袖应该要站出来交代 或以实际行动向选民表示 有其他应对方案或策略来扭转局势 我不认为他们会为这个事情道歉 除非是事态发展得非常极端 到一个他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情况 行动党应该要了解到 现在的情况跟505的情况已经不同了 不能够再一直用回505的那一套论述 而应该要发展自己的另一套的这个说法 尝试让这个当年支持他的这个选民认为 说行动党这样做是情有可原 还是行动党他还是有能力阻止 这个意识兰化趋势的这个进行 蓝志峰认为 意识兰刑事法课题在来届大选 对华裔选民的投票取向影响 将会叙事355法令修正案的进程而定 它的影响层面是要看这个355法案在国会的这个进程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如果还是停留在讨论阶段的话呢 那么我相信行动党会喘一口气 不需要这么压力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已经进入了国会的这个程序 不管它是一读二读还是三读 那么行动党的这个压力会很大 当然马华跟民政的压力也会很大 他认为一旦355法令修正案进入立法阶段 政治局势将会更混乱 炮新闻刘瑞明报导